各位同学,好,我们现在来看 减斜运动的范例3,这是一个应用题 这个地震波呢,让水平 地面上的物体做减斜运动 震幅是0.2,周期是0.4 最大加速度为A 那如果不滑动的话 如果不滑动,书本在这个地上震来震去的话 那书本与书架之间的 进摩擦系数不能小于μ,不是在地上,是在 书架上,那请问最大加速度 A和μ分别是多少?好,那很简单 如果减斜运动问最大加速度 那其实就是 参考员 等速延周运动的 向心加速度 我们前面曾经提到 如果 遇到最大值的 问题,那就可以 不用乘上口赛 或乘上赛,不需要 投影,那就可以 直接把参考员 等速延周运动的 切形速度 或向心加速度 拿来用 那向心加速度有一个公式 就是 是 Vω 那也是 2πR除以T 乘上 2π除以T 也就是 4π平方 R除以T平方 那这个R 参考员 投影下来 其实就是正幅 所以正幅 题目有说 正幅是 0.2公分 震动周期 0.4秒 那我们就只要把 正幅 和周期 带入 向心加速度的公式 就可以算出 A了 所以 A会等于 4π平方 乘上R R是0.2 乘以10的 负二次方 要换公尺 所以要 乘以负二次方 除以T平方 0.4的平方 那 4π平方 π是3.14 3.14的平方 大约是 9.85 很接近10 很接近10 所以我们可以写 大约是4乘以10 再乘以0.2 再乘以10的负二次方 再去除上 0.4的平方 好 这样子去算算看 算出来是 0.5 好 所以 它的最大加速度 是0.5 那我们只能选 B或C 因为 它们的第一项 就是0.5 那接着我们要 算 近摩擦系数 近摩擦系数 在哪里 会出现呢 最大近摩擦力 最大近摩擦力的公式 是近摩擦系数 乘上正向力 最大近摩擦力的公式 最大近摩擦力的公式 重量 重量 刚好 跟正向力 一样大 因为它压在地板上的力 它跟地板之间 互相挤压的力 今天就是 正向力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写 正向力 正向力 书架的板子 跟书之间的摩擦力 今天是摩擦力 这一题是 摩擦力 使书本 减学运动 是水平方向的来来回回 那如果它要向右 摩擦力会让它变慢 然后 停下来之后 摩擦力又会带动它 向左跑 那 也就是说 摩擦力会造成加速度 所以摩擦力 会造成 这个减学运动 书本在震荡的时候 它的加速度 可是我们又有 算出 加速度的大小 就是 0.5 然后 我们的 静摩擦力 又要小于 等于 最大静摩擦力 这样才不会打滑 所以综合这几个条件 我们就可以写出 MA 就会小于等于 最大静摩擦力 μ乘上N 好 然后 N又等于NG 好 所以最后可以写成 MA 会小于等于 μ乘以NG 好 那我们就发现 等式两边 都有小M 小M就可以消去 接着 我们再把 刚刚算的 加速度带进来 所以0.5 会小于等于 摩擦系数 乘上10 所以摩擦系数 会大于等于 0.05 好 所以答案是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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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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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 2 2 1 2